舊愛還是最美 大S離婚 汪曉飛才100多天 把Flop一早宣布 再婚韓國Obba 震驚整個台灣演藝圈 邵宇為出席內衣代言活動 同時跟舊愛復合 不免要被問一下 我怎麼看喔 我覺得很棒啊 很不容易耶 我覺得這個緣分 看到 20年沒有換電話號碼 這個緣分 我覺得很棒耶 因為 誰會把電話號碼 存在手機裡面20年 真的 我在想我20年前是小學6年級耶 小學6年級的電話簿早就消失了 真的啊 早就消失了 所以 還有存著我覺得是一個 很 蠻感 蠻感動的吧 手機當然請問你沒有換 我手機喔 我手機有換過啦 對啊 所以 就找不到 對 所以應該是找不到我 現在大家都說這個愛情的關鍵 是因為20年沒有換電話號碼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沒有人是20年沒有換過電話號碼 沒有沒有 都沒有換 但是有沒有換電話號碼不是重點 你要知道現在網路無國界 全世界人都可以IG你 或者是可以私訊你 而且我還沒有搬家 不擔心 對 有智者試盡吃 真的 要找太容易了 所以大家都換電話號碼了嗎 沒有 沒有 20年都沒換 基本上是說我覺得人生如果走到大概四五十歲的時候 因為你會發現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真的你就青春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可以很了解大S他為什麼會做這個選擇 因為真的你會發現到說 未來這件事情真的不要有遺憾 所以我們也很祝福他們 因為這件事情讓全台灣的女性們都沸騰了起來 我可以看到90%的女生都是相信愛情的 都流淚了 就是他帶給廣大的女性朋友們一個 重新對愛情這件事情的一個新的希望 白轉千回之後那個人又站在你面前隔了二十年 然後我覺得就應該勇敢去啊 然後我真的真心祝福他可以很幸福